大家好 我是小林 点赞订阅小林再见 每天给大家带来最新鲜 火爆好玩的 中国经济的花艺消息 这个视频给大家跟进一下 中国楼市的最新情况 我们来看首先是这样 超过40个城市 郑州 苏州 厦门等 40个城市松绑楼市调控政策 太差了 差的把他们吓坏了 中国政府吓尿了 所以真没那么多大气 中国政府历史上 如果你观察的时间足够的久 你会知道中国政府是相当拉胯的 很多时候他也是乱套 走一步看一步 最明显的是 15年的时候 股灾 当时是易刚 当政监会主席 跌的太厉害 跌跌的他们怕 当时易刚就想了个法 搞了个又叫熔断制度 就是跌超过百分之多少呢 然后就把这个大盘熔断一下 这个也是从西方类学来的 谁知道这熔断推出来三天 整个大盘全部跌跌的大家更怕 为什么呢 离熔断呢 就连跑的机会都没有 那些人就跑得更加恐慌 当时在熔断出来 中央出手了 要救世了 熔断 推出一个熔断政策来救世 谁知道这个大盘崩的更加厉害 我记得当时是开盘15分钟 全部股票跌了9% 整个指数跌了99点多 它跌不了10% 因为当时是10%跌停 有一些是ST股 ST股是5% 所以看到整个全市跌停 整个市场全部跌停 下坏了 这个熔断制度出来三天 然后就赶紧把它撤掉 什么出来的东西 然后又说回去 经常都出现这种情况 没有那么牛逼 又有一个什么大旗 又有什么计划 你看多了 你知道他们也是乱套 走一步看一步 现在又想救世了 把他们吓死了一个疫情嘛 疫情乱七八糟 刚好有打仗嘛 所以现在都不敢再调供了 就拿了40个城市就放宽了 现在中央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就这样过去了 就重新就放宽了 又救世了 你看又救世了 郑州19条新政 条条重磅 一举把限购现代全部放松 就是啊 现在就反过来了 不会调控 二线城市松绑调控的例子比较多 原因由于这个市场库存非常高 然后卖不动 所以就要救世了 2021年12月 比如以这个厦门为例啊 到2022年2月啊 最近三个月期间 厦门一手住宅成交量啊 三连跌 使厦门的房企供货热情跌 跌入了谷底 开盘数量寥寥无几 供销非常疲弱 整体去化降到历史冰点 啊 这个均价也是不断降低啊 数据是这样 整个二月份 厦门全体的整体商品房销售金额 43.93个亿 这是个什么概念 就同比下跌50% 少了一半 住宅供应 供应没有什么意义 供应还是环比下跌37% 同比下跌50% 看成交 供应 但是也下跌啊 就现在全面放宽啊 什么摇号也不用摇了 现在这么40个城市大面积的放宽呢 就是中央肯定是默许了这个事情 郑州啊 也是库存达到1500万平方米 就卖不动 根本 根本动不了 郑州就麻烦了 你想想一个疫情 一个是洪水 疫情来了好多回 要洪水 所以郑州这个地方是 已经完全折腾坏了 折腾烂了 香港都折腾烂了 你不要说郑州 郑州算个屁 你跟香港比起来 香港都折腾成这样了 郑州住宅烂尾楼很严重 2021年底 郑州设停工延期带交付问题项目274个 很多烂尾楼 就这样的情况下 就看到最高领袖也不显了 之前搞房地产税 现在看来又烂尾了 不敢再搞下去了 徐江大张旗鼓想搞 习近平也不管用 现在习近平想搞都搞不下去 所以就这样 然后呢 有没有用 我们看股市 股市的反应是没有用 所以这个东西真的很讲周期性 就你看到很多 那个著名博主 顺势为趋利避害 都是讲这个周期 很多做投资的周 讲究周期 想当年楼市好的时候 那什么限购啊 什么继续涨 政府天天说要抑制房价过快上涨 还是涨 到他这个不行的时候呢 你拼命想救市也救不住 都是这样 股市也这样 楼市也这样 现在就进入了很扎的周期 还继续跌 今天出来几个消息啊 第一个市场不卖账 全部一大批的房地产股票每天都在创历史新低 碧桂圆 今天万科 被机构席位啊 甩卖1.1个亿 今天创有一个阶段新低啊 成交价格17.67 甩卖机构还在甩卖万科 万科都还在创新低 你别说其他的啊 其他的更惨了 深圳 深圳你看也是创历史新低 深圳是信息平台 而深圳这种地方好像他又不想放啊 就维护着中央的权威的样子啊 现在就放一些叫做二线城市深圳啊 嗯 二月份 二手住宅情况是成交不足一天 不足一千套啊 继一月份跌破两千套以后 二月份深圳二手住宅成交量首次跌破了千套大关啊 创进15年以来的新低 很差啊 是非常糟糕啊 深圳的情况都都很差 啊 然后是这个开发商 开发商又又出来一个龙光啊 龙光现在确认的是违约了啊 啊 前两天是否认啊 今天又又出现违约 整个市场很差啊 嗯 因为本来就有很多疫情的因素啊 比如还有什么欧战争的因素 就现在就是 呃 不是说理解为利好 大家千万不要这么认为 啊 现在就是就是没有办法 连中国政府也没有办法 呃 就打了一场战争 这场战争当然不是不是中国能能控制的了 难道就跟中国控制普京呢 那是不可能啊 就又就打了一场战争 然后这场战争西方反应就这么大 这些都不是中国政府能控制啊 俄罗斯又是中国政府能控制啊 西方制裁俄罗斯西方又是中国政府控制 这不可能啊 啊 啊 所以就这些都是在中国政府可以把控的范围以外的东西 啊 包括这病毒 病毒他也控制不了 包括香港的疫情这些到他都控制不了 就 现在想就是只是显现出真的很差 我们这样理解就是这个楼市真的 连那个很想调控房地产的那个习近平都不敢再动了 现在就就这个屌样了 然后是开发商啊 这个龙光给大家说一下龙光确定就是没钱花了啊 据披露这个二年三月份 龙光控股啊到期即回收期债券啊 这合计52.99亿啊到目前为止龙光控股已通过自有资金兑付了11.33个亿 所以就还有40多个亿就还不上了 40多个亿还不上 现在就跟这个债权人协商就能不能延期就就还不上了 数据显示龙光控股啊 目前处于纯续期的境内债券 19支余额为605.69亿元 这些就是陆陆续续要缓 但是其中18龙控0219龙控01将于3月21日迎来行权日 就是这些都是要给钱啊给钱就给不出来 然后龙光在加快销售回款方面 龙光控股表示目前已取得预售许可证项目是650个亿元 未来将取得预售许可证的货值是2000亿 货值没有用 当它跌了 然后到时候就就不是2000了 到时候一把价格一调 可能你就没有那么多钱了 能不能卖出去要卖多久 每天产生的利息这些都是不确定的 公司加快推货 但是推货现在不是很理想 今年一月份啊 房地产市场top100房企销售金额同比下降近四成 他这里分析是一个方面 春节假期临近不少房企放缓的供货的节奏 以前倒不是这样啊 以前什么春节回去看房 清明买房 以前是很流行清明买房 就是很多人聚在一起嘛 刚好是家族聚在一起比较方便大家去做出这个重大决策 以前清明买房真的啊 清明买房还有过年买房都是这样啊 大家以前忘的时候什么时候都买房 就没有定出来 天天买房 现在就还有什么春节又不行 那个又不行 以前那就不行 什么时候都行 现在又春节不行 那个不行啊 很奇怪啊 以前的你以前的草房的人听起来这些都是都很奇怪 现在出来一个春节假期不好卖啊 就是现在不好卖啊 以前什么时候都好卖啊 供供应低迷一定程度上导致成交大幅下滑 龙光在一月份实现全一口金合约销售90个亿 相比2021年160个亿 哦 又下降了70个亿 啊 销售下降 一方面价钱也下降 另外一方面成交量也下降 嗯 嗯 就 所以就这个情况 然后再债券一个一个又要还 现在都在跌价就没钱还 啊 就希望就跟沟通吧 啊 就就是这个这个就还不起了啊 嗯 很多个评评机构我都对他下调吧 看就 就中国楼市现在都不用我去上空了啊 就 简直是没法看啊 大家都都认可了 现在就 认可里面主要强调的一个就不要看的就是就进去 哎 就没有希望啊 就是没有希望没得搞 啊 长远的看还有一个人口 再过个十年 该过个二十年你限 因为房地产这个东西它是周期很长 你买进去就可能是五年之后十年之后才出售啊 五年之后十年之后中国的人口啊 大家想想是多少啊 到时候衰退很厉害啊 找不到找不到对手 到时候卖卖给谁 更加不可能赚到钱 你要把财富压下去 很多人还要贷款 贷款每个月你还要供 你要不断抽你的水啊 所以中国房地产不能碰 中国楼市绝对不能碰 而且某程度上来讲 它还是很贵 哈哈 一压下去呢 就整个家庭每个月又要供进去 然后又要压下去一大笔钱 不能赚钱的东西 为什么要做呢 是吧 那先聊到这边 觉得有点意思 点赞订阅分享吧 点赞订阅分享 拜拜